我女朋友很聪明 你知道我每次叫她做事 她会跟我说人家老公很厉害 她怎么做 因为我有个朋友 她是乌克兰人 她叫Dennis 然后她太太是台湾人 有一次我很饿 所以我就跟她说 你可不可以帮我做菜 她会跟我说 好好没问题 但是我要问你 你知道我女朋友的太太 就Dennis的太太 跟我说她做菜很好吃 所以我要问你 这是乌克兰人很厉害做菜 或是就Dennis很厉害 然后她说应该是Dennis很厉害 对不对 因为你知道你从来没做菜给我吃 那这样子会什么呀 那当然我就自己做 因为也要给她 我也很厉害 我也很会做菜 这是一个面子问题 称赞你啊 这招有用 这个蛮厉害的 有一次我们要一起去旅行 然后我就跟她说 你可不可以安排一下 就订票房间什么的 她也会跟我说 你知道你的朋友的太太跟我说了 Dennis每次订票房间 其实每次可能要到special deal 价格很低 然后他们去房间的时候 每次有upgrade 然后她说 只是你们乌克兰人真的很厉害 就会找到就是特别的价格 或是觉得Dennis很厉害 应该是Dennis很厉害 你要不要跟Dennis结婚啊 好强喔 这招超强的耶 好强喔 而且是指定一个人 比较比较 对 可是你知道吗 因为像我现在 我老公只要问我说 宝贝你明天要干什么 然后我就会说 实际实际 我明天好像有工作 我不知道 我就说因为我经纪人把我 就上面有hold一个工作 但他没有确切的时间 可能时间还没有确定 所以我现在真的不知道 但到晚一点 他就会再问我一次 我就说 有工作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 工作时间会多长 大概是2点到6点之间吧 但其实我大概知道 是大概2点到3点 我就会预留一段时间 然后让他没有办法 找空隙插进来 然后像在家里的事情 就以前 就我所有一手包办嘛 可是因为前一阵子 我们去看那个中医 在调身体 然后那个中医师 就在他面前跟他讲说 我需要休息 需要足够的睡眠 需要早睡早起什么的 你塞多少钱给他 没有 真的没有 但是真的是中医师自己讲 他说我的问题 要这样才会越来越好 然后我就跟他 回到家 我就跟他讲说 我今天真的好累 我什么事都不想做 然后我就会说 你要不要弄随便你 反正就放着吧 然后等到你知道 他看不下去 他自己就会去整理 就是做家事 所以我们人生 生命当中 一定要有一个 會配合演出的中医师 中医师百搭 中医师百搭 百搭 而且这个听起来 就是一个愿打 一个愿哀 对啦 渊源相报何始了 己所不遇 巫师于人 今天谢谢大家的分享 谢谢 我们来自一强 下次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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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